Hello 大家好 我是鲍哥 现在我是在中国的云南省 今天我带芳芳 准备到火车上去 接她妈妈 好多人都是有的冒充的 实际上就是找媳妇的 不是真假 现在去看一下这个到底是真的与假的 是不是她的妈妈 我开车去看一下 OK 现在芳芳也是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能这个是她广西过来的 一个说是她妈妈 包括人问芳芳 她到底有没有印象 如果有印象的话更好 如果没有印象的话 如果她是过来找芳芳回去找媳妇的话 我想我们也不理她 然后再继续 先看一看大家交流一下 如果芳芳真找到她是真的话 我想真的不会假假的不会真 这也是鲍哥想要做的 现在我们马上 现在走的是国道 然后我打电话 那如果可以的话叫她 叫个出租车过来也行 火车站因为这里人多 现在这个国道路啊不太好走 都是山都是大山 现在如果开一下过去 这个路现在芳芳心里也开心 芳芳开心吗 非常的开心 如果找到就好了 就是怕又是一个假的 找芳芳回去做爱媳妇的 就讨厌了 也希望找一个真的 如果真的话更好 加油加油 芳芳啊 侯芳园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到了中国去找她妈 妈妈去上爱芳芳 芳芳是一个越南的大美女 是一个农村上的 非常的漂亮 哈哈 好 请关一下马上 那找到了再说吧 好吧 先关一下 呼噜噜噜 刚刚我把车开到这里来了 前面有一个女的 到底是不是她妈妈 我们还要认证 因为好多是假的 主要是带方方回去找媳妇的 不是真的 现在我把这个消息讲给方方听 叫她爸爸关 方方 前面有一个女的 是不是你妈妈 你自己把打关 方方 你必须确定 看女婦女 是否是你妈妈 有没有 我马上就要见到我妈妈了 对吗 对 你要自己问清楚 是不是真的是你妈妈 你必须确定 你必须确定 我去看一下爸爸关 如果她是找老婆的 找癌西夫的 就不要去理她 哦 哦 你检查她 如果她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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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那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干嘛 不用拍 不要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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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讲 我跟你打马赛克 打马赛克 没问题 没问题 跟你打马赛克 方方去看看是不是的 这 这 是 你不认识 你不是我吗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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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experiences 你好 我心理 我要 倫 我 我 没有 肯 他是不是你等我去 啊,FươngFương,他 ấy là mẹ con, phải không? 是的,我確信这是我的母亲 是你的母亲啊,来证实一下 我问你,你是,你是广西的了 她确实是你的女儿吗 我是广西的 是的,就是这样 今天我也不能把她帮你带走 我要录制好,要把你的底牌录制好 好不好 好的 可以吗 非常感谢 因为你也知道,方方我要替她负责 不是单方面的听你说 我也不能帮你 你叫我不拍,现在我帮你打马赛克 这样,方方这样 她说是你的母亲 但是我还没有确定 我今天不让你跟你妈妈走 可以吗 方方,方,所以说你妈妈是妈妈的 但是妈妈还没有认识 今天妈妈会不让你帮你帮她 可以吗 好,我只需要见到我的妈妈 并感到高兴 我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好的 就是这样 我们马上去吃个晚饭 也不容易 你妈这里赶过来 但是有好多人私信我 对吧 都说有好多年了 别难过,别难过 这么长时间 但是也不需要,别难过 包括会的照顾 今天我就不让你跟她走了 然后我们吃个晚饭好不好 吃个晚饭 方方 非常感谢你大哥 非常感谢你 你会讲越南语吗 我也会的 方方 你妈妈和你交谈的时候 是用的越南语吗 方方 我妈妈也会和我说越南语 哦 会说越南语 这样我生牙牢靠 因为我怕她 我也没听出来 我耳朵也不很好 好吧 我们要么吃个晚饭 要么我跟方方落识好 你再带你 我们给你弄个灵犀方式 好不好 可以弄个灵犀方式 但是我会帮你打马赛克的 你放心 因为这个网络上面太多 好吧 非常感谢你大哥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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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 你妈妈她现在说吃晚饭 她说不吃了 就给了我一点灵犀方式 她给了我500块人民币 她讲这是你妈妈给你的 我用翻译器 可以告诉你 方方 刚刚我和你妈妈交谈了 她说不去吃饭了 她刚刚说不吃 她郡她说她说不吃 反正 她说不吃 了 她说不吃 她说不吃 可以一起吃饭吗 因为第一天见 你妈妈非常感动 她自己可能也要正式一下 但是你妈妈走了 她留了五百块人民币给你 她留了五百块人民币给你 但是你妈妈咱们离了五百块 但是你妈妈咱们离了五百块 为什么你咱们离了五百块 为什么你咱们离了五百块 她为什么离开 有可能她的心情很沉重 你放心 现在我已经找到她的联系方式 她会认你的 有可能她的心情很沉重 现在我已经找到她的联系方式 是的 谢谢你 好 没关系 因为她妈妈心里非常沉重 暂时离开的时候跟我讲了一些话 方方在旁边 她想不要告诉她 你来 她呢 悄悄地离开了 这五百块 是你妈妈 留了眼泪 给你留下的 她这个钱 你拿好 这五百块钱 是你妈妈 留了眼泪 让我转给你 我太高兴了 很快就能再见到你了 妈妈 是的 这就这样 方方下次还会见到的 好吗 你自己 反正我再给你旁边再去玩一下 看一下 今天过节能找到了 已经更得更好 好了 废话也不多说 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以后有更好的消息 再与粉丝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 关注包哥 带你旅行不迷路